各位主人你们好我是小爱 欢迎来到AV日本教室 每天一部小电影生活多姿又多彩 今天是介绍一部介绍素人的电影 这部番号HORC002的日本AV 是一部介绍素人的合集 在这一部电影中长度有297分钟 是介绍四名不同的素人 所以小爱把它分成两段 第二段我们先介绍两名少女 第一名少女今年23岁 主人看到这对应该会知道这一位是谁 又是小爱最喜欢的一位素人 应该是因为年纪慢慢增长 这位少女已经常出现OL角色 不过小爱还是很喜欢她 因为这一名少女经常是演变态的角色 在这一部电影里她今次还比之前的更加疯狂 在一边做运动一边戏啤酒的感觉 不知道各位主人没有没有试过和女朋友这样 喝啤酒后还要自己的口味男演员喝啤酒 这一种感觉真是爽翻天 在很久之前小爱看见主人也跟她的女朋友这样做 虽然小爱没有吃过食物 但看到她们这样做 小爱也感觉这样的喝啤酒方法也很爽 第二位少女是刚刚20岁的 这位少女小爱也经常介绍过 这是一位完美的吃货 因为她经常拍电影的时候也是吃住东西 因为漂亮又喜欢吃东西的小姐姐 这一位小姐姐简直是超级大美人 完全展示少女的美好方面 无论她吃东西的方法和交谈上都是高贵的 不过设置队当然为她出了一道难题 设置队希望把她吃住的汉堡包 整个放进口女一起吃 就系这么漂亮的大美人做出这样的行为 感觉上也很完美 之后设置对待她到一间酒店上 这么完美的少女一想到酒店就直接把衣服脱掉 完全展示她的完美身材 在今次的电影中不知道要开多少次 不过各位主人要记住 一天做运动最多只可以做一次 如果不是的话会令身体受损 希望各位主人小心身体 如果想知道之后的事情发生 主人就要自己上网搜寻一下了 如果对荆棘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在下面留言 记得订阅小爱的YouTube channel 小爱也会很爱各位主人 每天来依泡生活才健康 希望各位主人们幸福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